快乐是什么?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? 快乐每个人都不一样,哪有一定? 其实真理真的只有一个,就是到最后的那一个。 可能到最后你还不懂,那你就是当下眼前的快乐。 困得还不容易吗?我想干嘛就干嘛? 现在人的思路,包括什么经济自由啊,时间自由啊。 那你有了这些钱你想干嘛? 那又是想干嘛干嘛? 你说富贵,福禄受洗财等等。 这个好像看上去什么都有,好不好?好。 但能维持多久? 你想福的同时你不造福。 你升起来,加点后,那你不努力。 那只能是一个慢慢消耗的过程。 这个当中有一个贵字,有点不一样。 其实古人非常宠生,把这个贵看得很高。 那贵的人他就比较有威望,就算你没有实权,其实内心当中的那种好努力啊,一虎白银。 人们打心底,心服口服。 那说你威势,那叫势,那叫势,那叫权,这些都不能乱用。 那心理是不服的,口服心不服。 所以你跪,就到什么场合,什么时间,遇到什么人,什么事,什么物,会做相应的处理。 合理的分配。 包括你当领导指挥。 指挥的对,大家当然愿意听。 那跟着你走,我不省心吗? 那还让你提前预知未来,方向,多累。 但这种人不是那么好当。 那想让大家都服你。 最贵的人,内生外亡,自古的, 不管他真假,我们 宁可信其是真, 尤顺于。 就把功劳全归功于他。 那最高的领导, 亲力亲为, 以身正法。 那大家有什么不服的呢? 就说这个。 那反过来呢, 说其他的那些, 都是什么都有, 富裕, 有多的, 其实也是需要, 求这些的同时啊, 有很多负贷便宜起来, 就你不想要的这些。 那开封皇帝, 创业皇帝, 都说很了不起, 经历多少苦, 谁知道, 经历多少, 一不小心就, 掉脑袋, 掉脑袋, 那富贵险龙秋。 你说你有了, 如果你内心不安足, 还要更多, 总有某些方面比你强, 那人的欲望是无知情, 所以不是一味的向前向上, 而是, 有的时候, 反过来, 你要安平乐道, 那心安了, 乐什么呢? 什么可乐的? 倒。 我不唯利是图, 我不随人理解, 还有更重要的, 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, 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 你那些想法都是不合道, 不长远, 那很幼稚, 很肤浅, 其实古代的那个五福, 反而是比较合理。